一项由民间动保团体针对全国县市新任首长提出的五项24类动保建言 结果只有三个县市逐一详细答复 高雄市就是其中之一 可见对于动保议题的重视 尤其是为了能够让收容中心的流浪狗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动保处也规划了多元宣导方式 希望民众以领养代替购买 改善流浪动物的问题 燕巢区动物关爱园区 目前收容大约有500多只的流浪动物 在志工用心的照顾之下 每只等待领养的流浪狗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为了让收容中心的流浪狗都能找到新主人 动保处也用心安排规划多元宣导方案 希望透过环境教育和社区结合小旅游模式 鼓励民众以领养代替购买 爱它就不要弃养它 就与爱半性的一个活动 那藉由我们关怀我们附近的一个自然地景 例如说我们沐山点灵火山 我们从我们燕巢收容所这样子出发 那除了我们的一个环境教育之外 我们也介绍我们动物保护的教育 那同时也协助我们在马上进行社会化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平常呢 非常欢迎我们的一个市民朋友来进行参观 那我们除了礼拜天礼拜一休息之外 其他都是开放的 值得一提的是高雄市动保处 针对台湾动物保护行政监督联盟提出的四年动保施政计划 一一详细达布五类二十四项建言 包括设置动保咨询小组 制定完整资质条例 加强通报和友善收容环境等议题 充分展现重视动物保护权益的施政决心 在这个区块里面我特别要提的是在我们105年7月份 我们就把我们的动物保护的一个资质条例进行得非常完善 那在我们动保里面不足的部分 我们在这资质条例把它补足上来 改善流浪动物问题从根源做起 动保处也针对民间团体提出的捕捉 绝育和疫苗注射建言 再增加所谓的热点管理 减少社区民众与动物间的冲突 我觉得TNVR在民间团体的执行 我们觉得是还不错 不过在站在官方立场 在动物有一个家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除了TNVR之外 我们希望有加一个管理 那让这些动物有一个家 然后适当的管理 这是比较合乎我们动保的规范 那我们目前是跟我们动保团体合作 然后做TNVR 那之外我们未来 我们希望是有一个集中管理的一个地方 那这些动保人士 能够旁边去进行管理 不要影响到附近的居民 动保处强调在经费来源有限的情况下 会更加强与民间的合作 透过更积极和创新的方式 推动各项动保业务 伸张动保权益 港多新闻潘志光黄兰军采访报道